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 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 外國媒體說我們中國的一些傳聞報導 都要看看 因為這個傳聞報導實在太過厲害了 有什麼傳聞報導呢 首先它是外國媒體 它就說中國的內銀業基本上都是減薪 減得很厲害的 有個減薪潮出來 減薪的程度是達到雪崩式這麼過分 是很誇張的 怎樣雪崩式呢 那個外國媒體就說 雪崩裡有一些有十二年經驗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幣 你可以說只有兩三千元 這樣我會相信的 即是有機會有人相信的 我可能都會相信的 幾千元有機會的 對不對 你扣扣這樣那樣 你又可能 問銀行借錢等等 有機會的 但是大哥 你說一個月做完事之後 你都不夠一千元 你 你說大話可不可以是說得 合理一點點呢 給你做不做 對不對 如果是的話 你不會訪問到他 他已經不是員工了 對不對 所以真是 傻瓜 真是很傻瓜 這一個 我覺得是 都幾大的謊話 我們一起去看看 看看他怎樣說也好 是不是才笑也好 OK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可留言 訂閱明健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這是外國媒體的澎湃新聞的報導 他就說 內地銀行業出現雪崩式減薪潮 有十二年經驗的從業者 月薪由過萬元 變到不足一千元 大家想想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你做不做 人家做不做 會不會有什麼法律的後果 會不會 是他自己有問題 是嗎 那個報導就說 內地的銀行業 是出現了減薪潮 說真的 你績效不好 減薪也有點合理 你不要說是內地 你想一下 現在美國那些不是減薪潮 一下子就刺你過萬人 裁員潮 不是減薪潮 因為你減薪的話 他可以告你回頭 對不對 那他就刺了 裁員潮 那 這些當然澎湃新聞是不會說的 他一定是說我們中國有減薪潮 減薪潮 那他就說減薪潮 怎麼減薪呢 有從業人員表示 他之前月薪過萬元 但是去到這個月 手上的月薪 只剩下不夠一千元 說真的 說真的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你其實是否自動轉賬 還貸款 其實 有很多貸款要還 OK 這個澎湃新聞 他就說西部某個地方銀行的客戶經理 叫趙佳 趙佳 他就說 在今個月月中 五月中收到 當月的薪酬 等等 他說今個月月中 為什麼會在今個月月中收薪酬呢 不是月頭的嗎 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今個月月中收薪酬 有些問題 他說 底薪加上考積 再扣除每年固定的五險一金 到手的錢是不足一千元 他說上一個月 這個數字是二千多元 在之前 他就說 他月薪是可以去到 過萬元的 不是 大家要想想 為什麼他月中會出薪酬呢 好 然後就說 他今個月的錢 是扣了 每年的五險一金 OK 在一個月裡面扣了一年的五險一金 那 你剩下 你剩下 不夠一千元 那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是合理的 好了 他說 上個月有二千多 但是 但是 上個月的二千多條數 為什麼會剩下二千多呢 他加了什麼 保險等等 還是買了什麼東西 這些他沒有說的 那個什麼澎湃新聞 沒有報過的 你要有前後 前文後理 你才可以推到故事出來 他就是把前文後理 全部都幫你剩下 然後就說 哎呀 真是 只剩下一千元 你不說一下 其他東西的 是不是 這個報道就說 趙家主要是負責 存款和零售業務 他已經有十二年的經驗 而他的生酬縮水 最明顯是 每個月那些的考積獎勵 他說 今年拉存款 所能獲得的提成 比以前是大幅下降 他說他的月薪因此 而下降了超過九成 等等 先看看 以我所知 在內地拉存款 即是叫客人存錢 到銀行 以我所知 不會有提成的 怎麼會有提成呢 我請你回來 你只是叫人存款 有提成 不是吧 可能我見識少 他那個有 OK 接著 在之前 他就說 延期支付的薪酬 同樣有削減 這個趙家說 按照合同規定 他每年可以領取到 往年被扣除一定比例的 的效績 今年 延期發放的 的績效 額度 是比合同規定的有所下降 他說 銀行後續 會發放被扣減的部分 但是 這個趙家就說 自己都不知道銀行 是甚麼時候 有甚麼具體時間 再付錢 他 說真的 如果是 你真的不會再做這間公司 說真的 OK 這個趙家還說 銀行訂製了一個 難以完成的目標任務 完成不到的話 就扣錢 銀行沒有明確告訴員工 資格 薪酬預算的下降 是通過提升考核的標準 變相 就扣減了他們員工的薪水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這個都是 真是你講的 沒有人講的 對不對 正正常常這樣想 如果你 原本是萬幾元的 一萬元的 然後你上個月剩下 兩千多元 你今個月剩下一千元 你做不做 我肯開了波 對不對 你自己說是吧 對不對 所以他說繼續做 不會 怎麼會 OK 在之前 內地銀行業 降薪的趨勢 還有體現在 各大的不同銀行高管 之中 他說 鄭州銀行的董事長 趙飛 亦都在他們的行業 即那個業績 說明會上面 就說 鄭州銀行已經提出了傾斜一線 優化資源配套 和降本增效的工作要求 他就說 高層的薪酬至2024年 在分兩年 每年降 10% OK 同時優化薪酬的分配 吸測 就將調整出來的薪酬 那個資源 就配置到去基層的員工手上面 都 這個是他們自己優化的東西 OK 沒問題的 他們自己內部調整 是不是 接著那個排泄新聞繼續講述 多間上市的銀行 有反向追身 這件事 引起了市場的關注 之前有報導就說 都是他的報導 OK 直至今年3月尾 有7間上市的銀行披露了 去年的職效薪酬 追數扣回的具體情況 追數扣回的金額 一共是5280萬 即是7間上市公司 他説 欠薪 5280萬 即是一間欠 700萬 一間欠700萬 一間上市公司銀行 一間上市公司銀行有多少個員工 我想問一下 大佬 幾十萬 幾十萬人 你先欠700萬 即是每人欠10萬 很嚴重嗎 當然 當然 你只說 5280萬 很多 但是 你們看回 7間上市公司 7間上市銀行 攤薪薪 一間7百萬 7百萬 他們有多少個員工 你一攤薪 一人增壓 十幾百元 很合理 有時候 有些出 分紅 花紅 等等 有一兩個計算數 已經搞定了 即是每一間銀行 幾百人 一兩個計算數 你已經 可以做這條數出來 那是否很緊要呢 又不覺得 又不覺得 OK 接著 就說 有些國有的大行 就 叫做什麼 南方一網點的負責人 就說 他觀察見得到 今年來 大部分年輕人 因為銀行的工作壓力大而離職 付出和收穫不一定是成正比 部分學校招入的 叫做入職的員工 在網點做了兩三個月就會離開 留下的大多數都是中年人 要養家活兒戶口的壓力 才會令到這些人 就趨向一些更加穩定的工作 那很正常 你想想我們香港 即是 年輕人 找工作容易 跳槽也都容易 升職加薪也都容易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工作力大 現在那些年輕人 說的是work life balance 那你就不做 即是問題是什麼 他為什麼可以拿持 那他本身有底 他才可以拿持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他只說他觀察得到 大部分 因為銀行工作壓力大 而離職的 就是這些年輕人 那即是年輕人 他們本身有些本錢 那當然時間都是他們的本錢 那他們就找一些 適合他們自己的工作 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沒有問題 那當然 當然 這些情況 在美國 英國 都一樣會出現 但是 澎湃新聞會不會說 當然不會 為什麼 因為 說真的 他現在這麼難得 才找到一個 缺口 可以攻擊我們中國 他還不攻 強攻 是不是 然後他還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事情 他說 看回內地媒體報道 內地的銀行管理層平均 減升13% 其中 平安銀行的高級管理層 減升幅度更加達到40% 這樣 那沒什麼 那你喜歡做就做 不喜歡做就不做 是不是 他說招商銀行和民生銀行 高級管理層平均減升30% 重慶銀行 郵柱銀行 工商銀行 光大銀行 高級管理層 亦都減升於一成 你覺得有問題嗎 我覺得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國內的內銀 是減升 美國的銀行是 倒閉 大幅裁員 哪件事大問題 他說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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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鑊了 但是 為什麼 他美國銀行倒閉的時候 他美國銀行大減升的時候 他不說 大鑊了 雪崩式倒閉 雪崩式炒人 為什麼他不說呢 中國 有些高級管理層 那些高級管理人員 打算跟員工交到時間 他們自己 提出減薪 咦 被人說雪崩式 去調整福利 去下降 去下跌 這樣 有些事情都很笨 他又不對比這樣說 他只是說很差 但是 你要對比 美國才可以說 他也是大體系 他是大體系 他是瘋狂裁員 瘋狂倒閉 有幾間銀行倒閉了 是不是 那 對 這些事情他們不說 那 說不說 一向都是他們外媒的一個 就是 說法來的 是吧 做法來的 是吧 他們還說 那 以前呢 就習慣搭的士 因為可以是攝影工數 但是呢 現在銀行呢 就削減了這些福利 唉 所以呢 現在就要改搭巴士了 但是有沒有想過 那個 其實以前是給他們搭的士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他們是OT 有些體率給他們 那 誰知道 他們可能就是 叫做 什麼都不理 不用有什麼證明 就瘋狂地拿來搭的士 結果 人家就要 是做好些監管 不能濫用資源 這樣呢 而他是沒有說過前因後果呢 我覺得 不出奇 我覺得不出奇 OK 所以 大家要想一想 如果真是 內地的銀行去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一個月 他們那些從業員 只得不到1000元人民幣的話呢 那你有沒有想過 正常的做法是怎樣呢 是不是會辭職呢 還是繼續跟你做下去 真的跟你繼續做下去 這麼有義氣 還有一個問題 我到現在還沒想完 剛才都問了 為什麼會是 在五月中出糧的呢 爆頭 大家如果知道 麻煩大家在下面解答文杰 OK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